上星期说过,杭州亚运开幕式上, 敘利亚总统能自信地站在世界舞台背后的惊险故事。 今天想和大家讲下这位总统巴沙尔和她的夫人阿斯玛。 从前看国际新闻或香港亲西方媒体, 对这位敘利亚总统巴沙尔的描述, 不是独裁者,而是化无魔头。 有传媒更言之作作地报道巴沙尔承魔之路。 总之,敘利亚今天一片颓唤拜雅, 仿佛就是这个假面君子一手造成的。 美国前国务卿克里甚至说, 巴沙尔与希特拉与侯塞恩是一样的。 如果没有经历过2019年黑暴, 或者我们会相信这个与希特拉齐名的总统是奸的, 是人面瘦心的。 幸好我们曾经领教过, 警察被污蔑为杀人无数,满手鲜血, 而止暴制乱就被形容为尊横尊权,无自由。 所以我们就明白,西方口里的恶魔随时是百姓眼中的英雄。 况且,巴沙尔总统思思文文,她的夫人阿斯玛大方得体, 横体、电体都不像是独裁者, 他们甚至没有利比亚强人领袖卡达菲那种战斗味。 接触过巴沙尔的外交官员都形容他为人友善, 于是美国中东专家莱斯就有另一套说法, 他说:"你见到侯塞恩或卡达菲,你马上会觉得不妥, 但见到巴沙尔你一定不会这样,他看来很正常。 为了抹黑这个正常人, 美国抛出一只没有证据的死猫给巴沙尔吃。 他们说,联合国调查过黎巴乱前总理哈里尼就是巴沙尔杀的, 他说你杀人,你就是了。 还记得2003年美国前国务卿鲍威尔, 在联合国举起一瓶小粉末, 说伊拉克有化帽,之后就发动波斯湾战争。 同样的戏码2018年再次上演, 那日联合国召开紧急大会, 美、英、法等西方国家斥责敘利亚使用化帽杀害平民。 敘利亚驻联合国大使慷慨搏斥, 那段发言非常精彩,可惜没人关注,没人报道。 所以我特别花些篇幅将其中一个段落引述在下面。 大使说,对伊拉克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调查已经进行了18年。 18年,联合国特别委员会, 什么证据都找不到。 美国反种族歧视活动家马丁路德金说过, 我亦都原话地引用, 谎言就好像雪球越滚越大。 看来这句话在任何场合都适用, 因为有些国家永不停地说大话。 幸运的是, 他们的谎言、细节做得不太完美。 按理会某些常任理事国已是专业的雪方者, 他们自己是大规模杀伤性武器。 通过雪方, 他们令巴勒斯坦被侵占。 通过雪方, 他们在朝鲜半岛掀起战争。 通过雪方, 他们入侵越南。 通过雪方, 他们入侵格瑞那达。 通过雪方, 他们占领伊拉克。 通过雪方, 他们摧毁敘利亚。 通过雪方, 他们扶植起恐怖组织, 包括基地组织、塔利班、ISIS等等。 还有, 通过雪方, 这些国家还想击败敘利亚为侵略做准备。 可惜, 敘利亚大使的慷慨陈词完全起不了作用, 因为大使一开始演讲, 英美法三个代表就离直拒绝去听。 事后, 敘利亚大使外坐在联合国大楼低头哭泣的照片, 看到敘利亚人民很心痛。 可惜, 国际间仍然是没有人关注报道。 我想起, 百多年前的巴黎和会, 我们国家也有同样的经历。 我们的外交官为奪回山东, 在会议上据理力争, 痛斥烈强。 但西方就丝毫不将中国代表放在眼中。 果然, 敘利亚和伊拉克命运相同, 四日之后, 110火导弹残酷地飞向敘利亚。 这个已经饱受七年战乱的国家, 又再一次生灵涂炭。 不可能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